我們補充一下就是 如果你在notebook上 你用這個會有問題 這是跟顯示卡的關係 因為notebook都有兩個顯示卡 所以說他會去抓到那個 比較高檔的 你要用比較低的 他才抓得到 因為這裡 就是獨立顯卡 他會有兩個intel的跟這個 對不對 所以預設的話他會使用獨立顯卡 可是這個時候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一片漆黑 你必須要把它換成那個intel內建的 內建的那一個 才抓得到你的全螢幕 所以你在桌面的空白地方 按右鍵是不是都會有這個 你就可以找一下 然後呢告訴他 我要拿一個軟體你去指定 我用 特定的軟體的時候 我要直接用這個整合圖形 就是intel那一個 你其他軟體可以繼續用 比較獨立顯卡 但是OBS你把它選擇用整合圖形 這樣的話呢 你的notebook上 才可以用這個 這樣OK 這個是早上突然 忘記跟大家介紹 因為notebook幾乎都會有這個問題